快请你们小主出来接纸吧 苏公公 您可不知道这位小主子的性子 他是桀骜不驯的那一种啊 您想啊 现在正是他驯马的时候 他是断然不肯出来的 您要是在这等啊 一等就是两三个时辰 那岂不误了您的大事吗 我的姑奶奶 他多得起我可拖不起啊 得紧赶着去伺候皇上 苏公公 我知道您怕马 您放心 这马性子虽野 可有小主在 他是断然不会伤您的 皇上啊 您怎么耗上这一口了呢 小主 您终于出来接纸了 有话就说吧 皇上有纸 小主 对不住 您得跪下接纸 奉天成运皇帝赵约 圆明园夜市敏惠聪雅 着风为答应 迁入宫中居住 亲此 小主 您得谢恩啊 谢恩 恭喜叶小主 您可真有福气啊 向来宫女册封 都是由官女子而起啊 您看您这一跃就成为答应了 这福气给你要不要啊 小主您开玩笑了 您开玩笑了 您就赶紧收拾收拾入宫吧 入宫后我住哪 内务府自有安排 内务府安排是内务府的事 皇上既然喜欢我 干嘛要让内务府插手啊 我生性不喜欢热闹 还请公公告诉皇上 给我安排个清静远人的地方 是皇上是一定会安排的 小主您赶紧入宫吧 还得去向皇上谢恩呢 我是等不到他来了 我还答应他表演给他看呢 小主您说的是谁啊 你管我说谁 你看这条鱼 眼睛长得都凸出来了 这条好看 给太后请安 给皇后请安 给齐妃请安 起来吧 谢太后 非叫你忙里偷闲的来这一趟 奴才不敢 事情是悄悄地办 可是迟早要住在一个宫里 皇上打量着能瞒哀家多久啊 哀家问你 新人进宫了吗 什么新人呢 怎么臣妾不知道啊 皇帝觉得你贤得好性子 只有赞成没有反对的 所以什么人都敢往宫里拉 太后别生气 只不过是身份危险些罢了 就像从前妙爷娘子那样的下人一样 也就是了 再不计就和从前八爷的娘一样 是新者库建奴而已 新者库建奴 好歹也是个官奴的后人 皇上这回挑的 可是个多才多艺的 圆明园里 百郡园驯马的丫头 回太后的话 这会人已经进宫了 为着还在圆明园不能进宫 皇上日里夜里牵挂个不住 封了个答应 就叫住进宫了 定了住哪儿吗 还没有 不过夜答应自己说了 说喜欢住在清静人少的地方 你们听听 人才刚进宫 就知道要这个要那个 就是 皇上说了给他哪儿了吗 内务府得等个两天 才能把宫市打扫出来 皇上说 先叫住在养心殿的偏殿 那怎么成 去告诉皇上 寿康宫后头春喜殿还空着 立刻叫人打扫出来给他住 是 陈喜殿给他 那不是太抬举他了 自然不会 像现在的情势 只怕还会有得进风啊 他喜欢清静 没有比寿康宫一带更清静的了 就让他住在哀家眼皮子底下 也不怕他翻出什么花样来 不怕他 我嘆 你大选一带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